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近几年在Anna Louisa家陆陆续续收的一些视频 然后呢哪一些是我最喜欢的 再加上最近她给我寄的一些新的东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差不多到情人节了嘛 是一个非常好的送礼的时间 然后呢我也非常喜欢他们2024年的一个新的就是那个主题 就是self love 就是自己爱自己我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就是自己给自己送礼物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呢就是质量也挺好的 价位也不高 而且都是那种14K斤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带比较久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 快点开始吧 先说一下这一次新季的一些产品吧 我都还挺喜欢的 因为都是我自己挑的嘛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副耳环 我这一次呢是有挑这一副还有这一个耳环 两个呢其实很像 但是我现在耳朵上的这一款是有点像这种水滴型的 戴在耳朵上是这样的 这一款呢就是这种竖着的 然后它戴在耳朵上我觉得会更干练一点点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 而且他们家的这种是这里可以往后反的 我就觉得佩戴还蛮方便的 这一款呢就是这样子的水滴型 我觉得这种非常基础款的他们家做的都很好看 应该可以看得出两个不一样了吧 把这个戴在耳朵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个人呢戴下来其实会觉得水滴款的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是那种耳垂比较厚的嘛 你看 这个就前面这里会更有分量一点 这个就稍微瘦一点 但是空间更大 然后除了这两个呢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应该也可以入到我 就是喜欢他们家的top10的首饰之一 但是呢这个因为我刚刚收到 所以我就不放里面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小小的OPPO吧 这个小耳环 它是这种六边形的这个 因为它小小的戴在耳朵上存在感不是很高 但是呢因为它里面的这一颗石头 就是有点点七彩白色的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佩戴的场合很高 金色的呢很多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太过于厚重的感觉 但是它配上这个比较清新一点点的白色就非常好看 他们家的这种耳钉呢 戴在耳朵上都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 特别是我这种大耳垂心人也不会疼 我这个就是在这边给大家看 这个我真的特别喜欢 首饰的来说呢耳环我是戴的最多的 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看 是吧 超可爱 这个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就是它存在感不高 可是真的是很好看 对这个我很喜欢 就是有个小细节的感觉 然后呢还有这次我还选了一个小手链 这一款花花的银色的手链 它的这一款花呢我看官网图的时候 我会以为它的那个花是比较扁的一点点的 就是薄薄的 但是呢它来的时候它的花是这种立体的 是有厚度的 戴在手上 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真的是还蛮可爱的 我觉得这种配一个我的那个钻石的那个手链戴在一起就很好 它单袋也很好看 因为它本身是有一点点分量的重量感的就不会显得整个太单薄 而且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细细的这种手链 我觉得会显得很好看 这个小花的就显得很清新 很适合夏天 就是我们现在的夏天 还有大家即将要到来的春夏天 好了这些说完呢 我再分享一下 我在他们家很喜欢的一些单品 这几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 第一个呢我一定要说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珍珠系列的一些东西 珍珠系列的东西我基本上全尽了 然后每个都很喜欢 第一个呢非常爱的就是他们家这个小小的珍珠耳钉 这个耳钉呢戴在耳朵上也是很好看的 而且它的这个珍珠是那种带水珍珠 然后呢给大家戴一下这个珍珠耳花 我真的是你看闭眼就可以戴进去 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很知性 然后呢我很多时候上班的时候啊 我都会戴它 就使用频率巨高务必的 基于我对它的爱 大家应该也记得我有入过他们家一个这个珍珠的这个项链 也是同一个系列的 这个珍珠的项链也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个珍珠的项链 就是一颗珍珠 然后呢在一颗细细的金色的链子上面 就真的是太百搭了 我现在脖子上还有一个他们家的项链 你看就它这个长度也是非常刚好的 就这样子 很适合夏天的小裙子的时候戴 而且你一个细细的这个 它跟人家叠戴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对吧 反正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珍珠系列的东西 还有一条他们家的这个珍珠的手链 就如果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配套一起戴的 肯定会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你偶尔就是戴一个手链 然后戴一个耳环 或者戴一个项链戴一个耳环 我觉得都OK的 因为我很喜欢珍珠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珍珠会衬的女生非常的温婉 珍珠手链就是这样的 也是很细的 我觉得像这种简约的这种首饰的设计 就非常的适合日常戴 因为它有分三个不同调节扣的嘛 我自己扣的话就扣到中间那个 其实我一般扣到最短的这个就好了 这个也是真的很好看 也是非常推荐他们家一个珍珠的耳线 因为其实在我有接触过这个珍珠耳线之前 我其实是没有戴过任何的耳线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耳垂太大了 戴耳线那种拉扯感会不舒服 但是我自从戴了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真的完全不会 而且它这个耳线戴在耳朵上很舒适 而且我觉得耳线真的是很温柔 大家看一下 而且我完全不会有拉扯感 在我这里不会疼 就你看可以自行调节 这个就会比刚才那更有存在感一点 但是呢也是非常温温柔柔的一个 而且你看就可以随意调节这个 巨好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戴一个这个耳线头发 这样子坠下来 特别是像我们亚洲人是黑发 或者是比较深的发色嘛 就这样子若隐若现的在你的头发里 无敌好看 圆圈的珍珠耳环 这款呢很好的就是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戴法 第一就是把珍珠放在里面 第二的话呢 你想要只戴一个圆圈 你就这个样子戴 我个人的话呢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小珍珠放在下面的感觉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一款 所以我还有入一个同款的银色 这个我也超爱的 只是因为我最近就是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没有拿出来戴 但这款我也是戴的非常的多的 我现在再上耳朵给大家试看看 看一下 是吧 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他们家的东西呢 就你看着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我觉得往往是这种首饰 你的平常的使用频率才高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一般都是14k斤的 有一些是真金的 就是那种solid gold 那种会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像这种14k斤的 再加上他们家经常有折扣活动 又不是很贵 我就觉得非常的合适 我把那个小珍珠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装饰 像银色的那个珍珠的 你就可以这样子换着戴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还有在他们家很喜欢的一个项链呢 就是这一条 这条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项链 它相对于这个珍珠的链子来说 它更紧一点点 就类似于锁骨链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比较短一点点的链子 用来做铁搭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它是这种细细的 上面有这种小金珠的 好像瓷裙了 特别好看 对了 耳环的话呢 我还有一个没分享 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呢 我平常日常戴的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我想 像我有一个就是比较亮眼的话 我就会戴这个 一个是这个金色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银的 就是这个半圈的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呢 是因为它比较大嘛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重量的 我戴在这边耳朵吧 嗯 这个也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种有轻盈的感觉 像我这种耳垂比较大的 它都有这种晃荡的感觉 大家耳垂比较小的话 戴上去OK 但这一款确实会比别的稍微再重一点 因为你看它本身的那个分量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很灵动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蛮灵动 很醒目的感觉也很好看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就是他们家字母系列的项链 我买的这个是C的这一个字母 我觉得这个字母的项链呢 戴在耳脖子上非常的可爱 26个字母都有 我打算下次的时候再去入一个N的 就是我自己名字的 这款C呢 我也是戴了很久了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好像2021年还是什么时候吧 对有分享过 它就是过了这么久 一直在我梳妆台上 它都没有任何旧的感觉 就是我平常他们家的视频 我是完全没有保养的 就是我直接就是放在我的梳妆台那里 风吹日晒的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款C也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点的 但是我觉得它也很好看 也非常适合迭代 你配一个小珍珠的那种项链 也是非常好看的 最后一个我在他们家很喜欢的 也是入了两个颜色的 就是小石头的这一款项链 这款小石头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高级 金色跟银色 如果大家是 特别是现在是冬天 穿毛衣啊什么比较多的话 真的非常建议入 这个的话 我觉得夏天配黑衣也是很酷的 戴上去试试啊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自己可以佩戴 这个可能跟我今天的这个毛衣不是很搭 但是我觉得你想要你穿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毛衣 配个这个毛衣链完全OK 它的这个小石头整体的光泽感特别的棒 而且就是就质感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一款就是你配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毛衣 你拿它当一个那种毛衣链非常的好看 然后想要酷一点点的话呢 你就配搭这一个银色的 银色配一个夏天的那种黑色的小裙子也是很美的 反正他们家的我今天挑的这些饰品呢 都是一些我佩戴了很久的很喜欢的一些款式 他们家产品很多 大家不知道挑什么的话呢 就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些推荐 而且这些也都是我日常配搭率很高的一些产品 就是他们会寄一些产品给我 他们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把他们的产品全部弄成一个合集 但是我就真的很喜欢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下 我在他们家最喜欢的一些东西 虽然是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每一样都很实用 每一个使用场景都有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也希望给我一键三连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